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希望今天為大家介紹什麼樣的新商品呢 就是最近很風行的 艾樂鴨 GO AeroPress GO 那AeroPress呢 其實就是艾樂鴨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是原版的 希望給他穿了一個衣服 穿了一個皮套 那AeroPress呢 其實已經在咖啡市場已經流行很多年了 然後艾樂鴨大賽呢 其實在台灣也舉辦過非常多年 所以非常的好玩 那艾樂鴨原本就是一個以簡單方便 科學為一個核心訴求的器材 所以他只要在裡面放了粉以後呢 用這個壓下去 然後把咖啡一萃出來就完成了 那最近AeroPress呢 除了新的AeroPress GO 其實更加強化了外出的元素 那我們來看一下AeroPress GO是長什麼樣子 好 這是AeroPress GO的新包裝 台灣的包裝 好 我們來打開 打開的時候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紅色的袋子 非常的可愛 好 我們把它打開 然後裡面呢就有一個這個可以看到 整組呢就是AeroPress GO 它的全部的配備都在裡面了 那裡面呢還有一個AeroPress的濾紙 跟以前的包裝不太一樣 這個是350張的濾紙 那這個呢其實是搭配另外一個東西使用的 我們先把它放著 好 那我們來打開AeroPress GO 上面這個紅色呢是一個橡膠墊 它其實也是有防熱功能 它是可以到100度 OK 然後呢可以看到裡面 最上面這部分有一個 愛樂壓的濾紙外出的收納盒 可以把它打開 裡面呢就可以放少許的濾紙 大概可以放到10張左右 所以外出的時候就可以把整盒的濾紙 拿出少許的外出收納盒裡面 很方便就不會把它折的爛爛的 用起來不舒服OK 然後呢第二部分呢當然就是我們的核心的部分 就是愛樂壓夠 那可以看到愛樂壓夠呢 整體的尺寸呢是稍微小一點點 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尺寸上面也看得出來 現在呢最多只能做到一二三杯分 那傳統的版本可以做到四杯分 然後上半部的壓的部分呢 這個外圈外徑也變小了一點點 然後下半部也是稍微小了一點點 但是呢蓋子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可以通用的 我們來看一下 把蓋子打開 這是新版的蓋子 這個是舊版的蓋子 其實新舊版的蓋子呢 尺寸呢是卡榫是完全是OK的 所以可以把新版的放到舊版上面蓋 完全是可以吻合的 但是呢其實新版跟舊版的蓋子呢 還是有不同 可以看到齁 在孔洞上面 舊版本的孔洞呢 大概將近100個 99個 那呢新版本大概70幾個孔洞 而且正中間呢是沒有孔洞的 但是整個孔洞的大小呢 新版的略為大一點點 但是以學長使用的感受度上面是覺得 影響不是特別的大 兩個版本的流速啊或壓力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差異性的 看一下 裡面的愛樂壓夠的這個主要的身體的部分齁 但現在所有的愛樂壓呢都是 新買的愛樂壓不論是愛樂壓或是愛樂壓夠 都是矽膠頭了啦齁 就舊版如果你還是舊版的愛樂壓 就很久之前買的話 你可以考慮跟愛樂壓的供應商 去購買一個替換用的矽膠頭 它壓起來呢會比較順暢一點點 好所以這是體積上面有點改變 那其他部分呢幾乎是沒有太大的差異的 那下一個部分呢就是 攪拌棒的部分齁 這是一個可以伸縮的攪拌棒 那還是要做的蠻貼心的 這邊有個壓紋的部分呢 它就是讓你手可以抓著比較不會滑的齁 這邊有個勾勾的部分就是攪拌的部分 好那一樣呢是可以 好還沒壓之前呢 把這攪拌棒伸到最裡面去攪拌 那基本上呢它這個握的部分呢 就會跟你的愛樂壓這邊的最上方 所以你攪拌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就盡量把這個放的比較深一點點 它就是最底的部分齁 OK 這是一個攪拌棒 可以伸縮的攪拌棒 然後呢還有附一個蠻大的豆勺齁 這豆勺呢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要外出的話 你可能沒有電子秤 學長剛剛有測試過 如果你是用豆子的話呢 大概是16.5克 滿出來一點點大概是16.5克 如果你要平磁的話呢大概是15克左右 如果你是用粉的話呢平磁大概就16克左右了齁 對於愛樂壓夠這樣的尺寸來說呢 是蠻差不多一尺是差不多的 這是豆子的部分 然後還有最下面這個呢 就是剛剛收納這些零組件的一個杯子 同時間它也是愛樂壓夠的下壺部分齁 所以我們可以看齁 當我們要組合的時候就是這樣 把愛樂壓夠呢放到這個下壺裡面 它可以完完全全的吻合 然後呢你在攪拌完以後呢 就可以用這個 把它塞把它壓下去以後呢 OK 萃取完畢 你就可以做一杯外出的咖啡了齁 那同時間呢 它設計上面其實還是蠻好的齁 因為愛樂壓你壓完以後呢 其實基本上裡面的咖啡粉會卡在裡面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就算你不清潔 先把它放到邊邊 然後呢把這個咖啡喝完了以後呢 你還是可以把這些 裡面可能有咖啡粉的情況也無所謂 可能會突出來一點點 一樣可以把這些豆勺 然後攪拌棒 放進去以後呢 直接塞到我們的這個下壺裡面 然後把蓋子蓋起來以後 它是有一點點空間可以容納 你多出來的 如果咖啡粉沒有倒掉的話 你可以把整組 包括使用過的杯子 使用過的愛樂壓 使用過的湯匙 一口氣全部帶回家再進行清潔的 所以確實在外出攜帶的這個強度上面呢 Aeropress Go 真的是還是蠻體貼的 它除了在容量上稍微小一點點呢 它在其他部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在選擇這兩個器材的時候呢 會碰到的主要區別在哪裡齁 最大的區別呢 除了我們剛才說收納的部分 畢竟Aeropress Go 它就是多了這些收納的功能 所以東西可以很完整的收到一個容器裡面 除了這個差別之外 其實最大的差別呢 是在容量部分 愛樂壓呢 它到4的部分 就是你把它全部 水裝滿呢 大概是260cc左右 但是呢 Aeropress Go 因為它少了1 4分之1左右的容量 所以大概200左右呢 就已經滿了齁 所以呢 你勢必呢 就沒辦法使用太多的克數 不然分子比就會太高 所以這會是這兩個版本 其實最直接的差異性 但是 後半段會為大家示範一個 Aeropress Go 一個充足的方式嘛 對不對 這個充足方式呢 不是我們台灣人比較喜歡用的倒置法 倒置法是怎麼樣的概念呢 就是OK 用這種狀況之下 先把活塞的部分先插上去 然後直接給水 給水完後呢 再來攪拌啊 然後再來做壓的部分 這是台灣人比較喜歡的 倒置法 但是呢 因為今天 在Aeropress Go裡面的倒置法 其實也不是說不行 它的CT數會更小一點點 所以我們今天會以正置法 來當作主要的教學 那也更符合愛樂壓 Go 它本身小 但是卻很有能量的一種優勢 所以我們今天會教大家示範正置法 如果在正置法的情況之下 其實呢 Aeropress Go跟Aeropress 他們幾乎在風味上面是 沒有什麼差別的 這也是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是用倒置法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兩個的出杯量 這個大概是200多 220-30cc 這個可能只有100多cc 夠不夠你喝 如果你是喜歡使用正置法的 那說真的 傳統版本跟Go 其實對你來說呢 基本上是沒有差別的 OK 那我們就來做Aeropress Go的衝突示範 那好 先把這個 氣膠蓋的部分拿起來 然後呢 裡面的濾紙 一般來說呢 其實是不太需要用電子襯的 那我會輔助使用電子襯的原因 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它的數據大概是多少 其實它Aeropress的設計上面 其實是真的可以外帶出去呢 是不需要電子襯的 好我們先做一人份的 先做一人份的 一人份的就是用一匙一豆匙 那學長建議大家豆匙可以稍微 凸出來一點點 因為它原本設定是 磨好的粉 可能你是要現場用手磨來磨的話 那就可以稍微一匙多一點點 好 我們來測一下 順便來測一下一匙有多少重量 好我們先抓一零匙 一瓶匙大概是十三十四 十三點八 那學長建議大家可以稍微凸起來一點點 好 大概是十七點三 就是十六點五到十七點五之間 凸起來的狀況之下 那磨到呢 比較細的研磨度 那學長今天會用小富士的鬼尺 我磨一 磨到很細很細了 OK 磨一都蠻細的 那這個沖法呢 是比較特殊的 也是艾樂亞說明書上面教我們的沖法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好 然後把下火放好 然後 把這個活塞部分呢 先放邊邊 然後濾紙 我們把它放到蓋子裡面 你願意的話也可以稍微過一下水 但是如果你不過水 說真的呢 影響不會非常的大 因為 所以艾樂亞的濾紙原則上是挑白過的濾紙 而且濾紙味呢 不會特別的重 不洗濾紙了 OK 好 然後把這個 放到我們的下火裡面 OK 那如果你要 穩定一點的話 可以把這個矽膠蓋放到下火下面 這樣的話呢 就更不容易倒 不容易傾倒了 OK 把咖啡粉 如果你在戶外的話就一個豆子 倒進去 OK 然後稍微把你的粉拍平 然後呢 攪拌棒把它打開 先備用 那這部分要特別提醒大家一點 在Aeropress Go的原廠設定裡面呢 它給熱水大概給80度左右而已 所以是相對來說 蠻低溫的水 但其實呢 可以符合就是你在野外使用的情境 因為在野外你可能帶個保溫瓶 你熱水不一定有這麼高溫 所以它是設定在80度左右 所以它配合研磨度也會比較細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比較高溫 譬如說家裡使用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說 研磨度稍微放出一點點 這樣子 搭配起來的Balance還是比較正常的 那待會我們給水給到哪裡呢 就直接給到這1的部分 一條線 這邊有個1的部分 就可以了 只有一點點的濃度會比較高 我們順便來測量一下 1的時候呢 我大概是給到多少CC 好 然後給完水的瞬間呢 我們就要趕快攪拌 攪拌大概10秒鐘左右 好80度的水 好 我們給到1的位置 現在要認真看 好 就順順給就好了 沒關係 因為待會要攪拌 所以不用太緊張 好 給到1了 大概是70克左右 然後呢 趕快攪拌 進行10秒鐘左右攪拌 就大概莫屬10秒就好了 那這個配件的設計呢 還是蠻好的 基本上就 不太會攪到太底的部分 好10秒鐘 好 攪拌 攪拌 好 這個 放邊邊 好 準備要壓的時候呢 壓的時候千萬不要放在秤上面 我學長只是為了給大家看一下示範 OK 好 放下去 好 準備開始壓了 順順壓就好了 順順壓 好 大約學長是壓30秒 但是因為這個做法呢 其實它的C數很少 所以你可能壓到30秒 可能壓15秒 到20秒左右 就壓完了 好 我們就把它壓到底好不好 沒關係 這個做法上面呢 其實不用太緊張 OK 好 完成 大概是 20-30秒 OK 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呢 是一點點的液體而已 大概是 可能 估計可能是40-50cc 所以這個 這個濃度呢 其實就是 愛樂牙垢呢 它 最原始的設計 就是大約是 比較接近濃縮的濃縮 當然實際上不會像濃縮那麼濃 但是它建議呢 如果你想要喝比較正常的話呢 你可以 給水 加到一半杯 半杯大概是200多cc 200多cc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吧 16-17克的豆子 用220-30cc的時候呢 大概是 1-13 1-14 左右的濃度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加到半杯 看有多少cc OK 好 我現在加了大概 170cc 然後 加原本的 40-50cc 大概就是 210左右 大概是半杯 排不到 我們可以再多一點點 好 這樣差不多就是 190cc 大概就是 半杯的量 那這樣呢 就是 艾勒亞 他覺得說 一人份可以使用的 我稍微攪拌一下 好 我們來喝喝看 其實濃度還算是可以的 然後 也不會特別的燙口 還是蠻適中的 稍微呢 我覺得 喝起來 層次感呢 我覺得還可以更好一點點 大概攪拌的時候 攪拌次數 可以再更多 但是基本上呢 是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甜度也蠻顯著的 這個沖法上 我一直都覺得 甜度算是蠻顯著的 酸感比較不會太顯著 然後比較甜一點 所以如果 各位喜歡 想要和甜度高的 艾勒亞 油質感也是不錯的 這個沖法上面呢 還是蠻好的 另外一部分呢 這個沖法呢 就可以符合艾勒亞 它一二三的意思呢 因為我們剛才是給到一嘛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給到三 就是你要一次做三杯份 怎麼做呢 很簡單就是 豆匙 咬三匙 大概是四五十克 十六克乘以三嘛 對不對 大概是四十八到五十克 然後呢 給水呢 一樣八度的給水 給到三的部分 那一樣攪十秒 壓完以後呢 就把它分成三大份 就是剛才這樣是半杯嘛 所以就是一杯半 就可以分給更多的朋友來 飲用了齁 所以如果你是露營掛 你一次想要做 比較多的CC數 比較多的分享的話 其實Aeropress Go呢 也是可以滿足 一次可以做到三杯份 那它一杯份 大概是兩百二十多CC 三杯份呢 一次可以做到六百CC 其實呢 它的體積小回小 能量還是蠻厲害的 可以做到六百多CC 那至於它的風味呢 你就可以藉由你的攪拌 還有你的水溫 做交叉調配囉 你就可以做出 更多不一樣的Aeropress Go的風味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Aeropress Go的開箱 就說到這邊囉 當然 Aeropress Go這個器材呢 它的玩法 一定還有非常非常多種 那學長今天介紹了一個 比較原始的 但是呢 確實也是符合Aeropress Go精神的一個衝法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學長開箱 就說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 皮革 沒停 是 喔 全